那文仁 這個因為爸媽很寵弟弟 男生 那會不會這個他做錯事情 需要你來頂 我經常在頂 反正我弟出生以後 他就是家裡最受寵的小孩 然後他也滿自我的 而且很妙就是他的學業成績 還有他的長相他也滿高的 就是我們家 反正我就是那個 被矮化的 凹下來的那一塊 就是那個矮的孩子 他們就是長得也滿好看的 然後也比較高 然後學業成績也很容易 就比我好 對 那反正到現在 我們三姐弟就在一起 還會津津樂道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弟他到那個開學前一天 他的書法作業一頁都沒有寫 要寫幾十頁 一頁都沒有寫 我們到現在都還有一個記憶 就是我跟我姐 我爸媽不在 我們拚了老命幫我弟把作業寫完 趕工 對 這種經驗 那因為他很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 暑假有兩個月 老師都教他要寫日記 對不對 對 我都是最後一天寫了六十頓的書 那我也是 對 可是我弟弟的那個作業 都是我們在寫 然後到過這麼多天 還記憶深刻的事情吧 就是我弟他建中高二的時候 對 差不多是那個時候 我父母 兩個人一起去日本玩 然後去日本玩回來的時候 就告訴我 去日本出門前就告訴我說 你弟弟 現在好像有在交女朋友 然後學業成績也不如以前那麼好 那既然你是一個 跟他感情不錯的姐姐 你就有責任 要告訴你弟弟說 現在才在念高中 不要交女朋友 而且學業成績要保持好 這個就是我們對你的期望 然後我爸媽就手前一手 去日本玩了 那說真的我自己也不覺得 我對我弟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吧 對 可是我就是一個 從小覺得 我答應了你 我就要去實現的 老實的個性 所以我記得我就是一直 思考了大概第四天 第五天 他們都要回來了 這個時候我才 跑去找我弟 他跟我弟說 那個爸媽出門之前有交代 我一定要好好的勸你 不要交女朋友 然後要好好讀書 這種成績 他們大概不會接受 可是那個時候 他正值青少年叛逆期 所以他其實被我這樣講了以後 他不是不高興我 他只是覺得很煩 很暴躁 所以我爸媽一回來 禮物都還沒拿 他就對我爸媽 大發了一陣脾氣 就是那種青少年 叛逆人那個很大的脾氣 當然就把愛他如一顆心的 那個我媽給 傷了 傷了對不對 然後 我媽就去跟我爸搞裝 最後結局是 他們兩個聯手把我打了一頓 什麼 高中了還要打 為什麼打 不是高中了 他已經是大學了 已經是大學了 為什麼打你 我就記得到現在這麼多年 我就記得他們就說 他們鄭重拜託我的事 我不但沒有做好 而且我就是一個溝通不良的人 不會講話 然後到底說了他們什麼 就是我覺得那個折發比 就是我會搞不清楚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 對 然後那個印象非常的深刻 然後我就記得 他們好像後來也覺得自己 有一點點不對 所以就拿了一支手錶送我 是一支SACO的手錶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小時候那個SACO的手錶 應該對他們來說 也是一個大禮物 對 對 然後可是我就記得 我坐在那個我房間的窗邊哭 然後心情很差 我那時候真的有 要跳下去的衝動 因為我不知道我做錯了什麼 可是當然 想跳樓 當然沒跳嘛 要不然怎麼跳 但是我做了一件 我這輩子也不太會做的事 就是我把那一支 很貴的SACO手錶 從家裡的船戶扔下去 而且我沒有去 沒有去把它撿回來 那你真的受傷嗎 我覺得這個故事 有兩個盲點 第一個你父母交代你 他當然知道他們自己講 孩子會不高興 但是他交代得不夠清楚 應該說文人 我們要出去了 你以你的身分 勸你弟弟 交女朋友可以 功課要顧好 千萬不要說到父母講的 這是一個重點 因為畢竟父母講的 他會叛逆叛逆 他不能交女朋友 第二個你講的時候 你不能講說父母講你 那等於你得白講 等於父母要做黑臉了 你甚至講說爸媽很希望你 講一句不同 爸媽也認為你交女朋友 也沒有太多的意見 但我覺得我做解決的 希望你好好功課顧好 爸媽希望你辦黑臉 最後你只講說爸媽這樣講你 我是你父母 我也會送你手錶 那一樣會罵 不好意思 這是溝通上有個很大的障礙 不然要我爸媽又不是啞巴 幹嘛要你講 懂的是嗎 就是你說爸媽講 這句話就是 那文人你已經讀大學了 爸媽是怎麼打你 就是應該是我的臉部有受傷吧 掛你有 應該是 對 拳擊手套 不是 就滿生氣的 當然過了這麼久 也不記得細節 對 不過我覺得張老師講的 可能有道理 但是第一個就是 也許我真的是 沒有溝通得很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 要回應張老師 可能會回應不完 我是舒緩他心中的疑惑 我自己有很多疑問 不過因為你現在跟爸媽住嗎 沒有 我有自己的房子 但是我跟他們互動的機會 非常多 因為我很多時間都要陪他們 OK 所以他自己住他們的房子 你住你的房子 應該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那弟弟已經結婚出去了 對 姐姐也結婚出去了 對 所以以後 因為你主要是你在照顧 所以爸媽的財產 應該都會給你吧 我覺得應該不會吧 為什麼不會 我從小就沒有覺得 一定要跟他們爭 我打從心裡就覺得沒有 一定要跟他們爭 志偉這邊 對 也有這個故事 是 對 我先補充一下 我覺得當老二的 你是老大 其實當我們當老二的 都會有一種老二情節 因為媽媽叫大的叫不動 叫小的也叫不動 就永遠是老二 我記得我們家小時候 都是我在刀垃圾 可是我就會被他養得很逆來順受 媽媽叫你幹嘛 你就幹嘛 那你就自己知道說 我在這樣子的環境底下 我要更堅強 你上面有哥哥嗎 我是姐姐 那我下面一個弟弟 那所以就是說 媽媽說叫姐姐去 姐姐說叫弟弟去 反正兩個你看 你要叫哪個去 不然就你去 小的就不要 媽媽說他不會 不然你去 那所以說 我覺得當老二的人 他就是在三個人當中 其實你仔細去看 要嘛就是老大 要嘛就是老二 老二是最特別 我認識很多 就是排行老二的人 就是很早獨立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我不需要靠姐姐 弟弟 爸爸媽媽 我就可以自己 所以鄭大哥 你剛問文仁的那個問題 其實我媽也曾經跟我講過說 你就比較有能力 所以媽媽以後 這個在南部的房子 如果留給你弟弟 你會不會有意見 我說我不會有意見 我聽老人家就很喜歡聽 三姑六婆講 我聽就是說 你要不要拋棄繼承 以後會有問題 我說媽你都還在 你跟我講這些 現在沒辦法拋棄 我不會去跟弟弟爭這樣 他要不要寫竊節書 媽媽這樣講 他說人家講的啦 但是人家講的 來告訴我 就講錯了 這樣很傷心 所以那時候我聽了 我不是傷心 我只是覺得我媽 我說媽你很愚蠢 我不會跟弟弟爭這個東西 因為他總是覺得說 我們的三個兄弟姊妹 手心手背都是用 但總有比較弱的 跟比較強的 那他最近就打了一通電話給我 他說 一邊講又一邊哭 那我說媽你在哭什麼 我媽說最近 我就覺得我的身體怪怪的 因為他去打了第四劑 打了第四劑 他前面三劑都沒問題 他打第四劑 他一直跟我說 我的頭很痛 我覺得我要中風 我覺得我可能會死掉 然後他就 因為有那個保險員 就跟他推薦一個 一個受險 就是你投保了 然後如果三年 你就打起來 就可以賠五十萬 但是你投保的金額是低於他的 我媽就說三個小孩裡面 你最不需要媽媽操心 我就覺得這個保險 我要寫你的名字 我媽一邊呼一邊講 我說媽你今天是在演一齣 我媽 我媽很認真在跟我講 這件事情是我卻這樣潑他冷水 然後因為我在忙 我就說媽媽晚一點再講 後來沒多久 我媽就傳一個訊息說 你剛剛的態度 讓我覺得很難過 你的態度讓我覺得很難過 你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我就看我媽這樣 因為我是立刻 我本來晚我立刻要打給他 他不接了 然後不接就傳這樣的訊息來 我就覺得我被親情 又綁架了一次 我就再打給我媽說 媽 我聽到跟你說 我在忙 我不是說我不稀罕你這個錢 我是說這個金額這麼小 如果你有錢 你就拿去保嘛 你拿去保 你不用寫我沒有關係 就是說受益人隨便你要寫誰 你寫三個兄弟影片也可以 那你只要想一點 因為你這樣子做以後 如果以後有一天你百年了 那這個錢就拿來做辦後事的錢 兄弟姐妹都不用出錢 大家也不用吵架 所以不要說要寫我的名字 因為這樣子我的壓力也很大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不是看不起你的錢 我媽才說 你是這個意思 好 那我就寫三個人的名字 他本來要跟我商量 要投保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會覺得有時候老人家 他說他去聽出兵 說什麼要不要拋棄計程 對 其實那是他 他或許心裡會擔心嘛 但是我是覺得媽媽的擔心 是多餘的 對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